看看新闻榜 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也被称为史上最文艺的离婚 尽管离婚之后 张欣逸很快就被媒体目击 重返偏长 与朋友有说有笑 出门聚餐 不过一段感情的结束 怎么可能说没事就没事呢 每天都在发生一些 让我自己就是 需要一点勇气和体力 去面对的事情 张欣逸的情路算不上顺利 2012年 她与演员男友王志飞和平分手 尽管人生中的两段感情 都给她留下了伤痛 但是勇敢面对和期待 下一次爱情 仍是张欣逸的选择 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别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 和一些没有由来的一些不快乐 还相信人爱吗 相信啊 干嘛不相信